大家好,我是Stan 因XXX被判处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刑满厨狱的前Apti Island成员缺中文 正计划针对日本粉丝进行回归 1月15号,根据媒体报道 缺中文最近在日本最大粉丝社群网站 Penicor上创建了自己的频道Hunia 并开始招募会员 Penicor是一个艺人提供内容与粉丝互动的平台 订阅费为每月500日元 缺中文在公告中写道 欢迎来到Hunia,我是缺中文 大约5年后再次向大家问好 大家过得好吗? 我从每位粉丝的信息中获得力量 现在能够以健康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 非常感谢 我期待透过Hunia与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 希望未来能向大家展示我的活动 和私人生活等重困的一切 我会努力与大家一起创造光明的未来 请继续作为Hunia的支持者为我加油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集体的人要怎么样创造光明的未来 闭上嘴安静的生活吧 那是可以从你口中说错的话吗? 罪名是机体 竟然还有粉丝支持他 我真的很好奇这些人的思考状态 怎么会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呢? 日本粉丝们请清洗一下 虽然外国明星的失误 可能不太让你们感到切身之痛 但至少应该有试别那些曾经入狱的人的眼光 如果不想被当作傻瓜 就应该培养这种判断力 对于缺中共的日本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人气综艺Solo94里结束后 在节目中配对成功的男女出演者们 是否在现实世界也在交往 成为了网友们最关注的消息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这个内容 在节目结束后 出演者们都在用IG互相交流 而明露给明妞黑色哈江明姐留言的时候 都会加上Luna这个称号 但是唯独只有对喜恩没有加姐姐 而是直接叫了名字 然后在杂志拍摄的时候 他们也拿起了爱心拍照 所以网友们都妄想 两个人在现实世界应该也是在交往 真心祝福这对姐弟脸 但是也有网友们发现到 明露在另一个留言对喜恩说 我们常常见面吧 所以就有网友们表示 或许不是现实情侣 从明露不对喜恩使用姐姐这个称呼来看 她似乎没有完全排除和她发展成恋人的可能性 但从她说要常常见面来看 似乎又不像是已经在交往的那种关系 因为两人的性格都很温和 所以Kwani和Kwani的女出演者们 一起拍摄像是爱情与战争的戏剧师 这边看起来就像是个浪漫喜剧 让人感到很轻松 如果是真的就太好了 之前Kwani有上传过生日拍对的照片 因为当时Kwani手上的花朵 是Kwani常去的花店的花朵 而且Hesan也没有上传和朋友的合照 所以网友们就妄想 应该就是Hesan和Kwani两个人的配对 然后Kwani也在IG发文 恋爱是稍微窥视一下天堂的感觉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样子 就这样爱你 感觉就好像是在谈恋爱的人 最重要的是 在被记者问到 现在也和Hesan在一起吗 的时候 Kwani回答 我无法详细说明 但我和Solo9的所有出演者都保持联系 过得很好 当然我也和Hesan有保持联系 相处得很好 但不能再透露更多了 如果他们不是恋人 那他应该会立刻说不是 如果已经分手了 就没有理由再联系了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在一起 那也没有必要这样保密 Kwani Hesan啊 如果别人知道我们在交往 你会觉得怎样 Kwani和名居虽然成为了最终情侣 但是因为Kwani在最后两集节目中 无视他人的发言以及态度 遭到国内外网友们的大骂后 Kwani上传了道歉文 而且节目之后 两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互动 所以很多网友们猜测 两个人应该只是节目情侣 然后在直升级中 用敏玉的衬衫擦眼泪的Mindy 在节目结束后 送了敏玉衬衫作为礼物 然后和Kwani一样 因为节目中的言行 遭到批评的Mindy 也上传了道歉文 感觉Kwani是因为没有配对成为一对的话 会伤了她的自尊 所以她只剩勉强组成了一对 敏玉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而Kwani在节目中可能不是很出色 但她也发布了道歉声明 知道自己的错误 所以希望她不要再受到更多的批评了 在节目中 我最喜欢的男出演者青森 因为敏玉在锦森的IG底下留言 大家都说无法标注我的时候 锦森只是敷衍地回复了 嗯嗯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觉得 这对应该只是节目情侣 反而是哈姜和锦森看起来非常亲密 锦森留下表情符号的时候 哈姜回复 每天见面所以都没话说了吧 KK 明天见 KK 嗯 所以网友们就妄想 哈姜和锦森可能是现实情侣 对了 哈姜在节目中被介绍是在服装公司上班 而根据制作人表示 那家服装公司的老板 其实就是哈姜的父亲 家事这么好在节目中都没有炫耀过 哈姜真的是很有魅力的女生 琴森和哈姜真是出乎意料 竟然是每天都在见面哈哈 其实早就有感觉琴森和米娘不太可能在一起 琴森和哈姜都是好人 她们的化学反应也很匹配 跑开节目的配对 如果她们能在现实中走到一起就太好了 如果真的成为一对 大家都会接受的 所以撇开节目的最终配对 大家最希望谁跟谁在一起呢 如果有人到现在都还没看苏洛吉尤三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可以透过各个出演者来反省自我 或者是发展自我 成为一个更好的对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